歡迎大家收看要財財經台 新的嘉賓逢禮拜二是我們要財政權研究部的副經理 鄭耀輝先生,Stan你好 過年之前,你跟我們推介了一隻雲華 過年後,長假期過後,港股沒有太大升跌幅 反而你這隻雲華非常表現出眾 升了接近兩成,還創高位 你建議目標假期,今天已經到了 反而有些不好意思,應該早點推 因為事實上,這隻股份在每一次講座上 都輕輕會提一下 因為上一次,即是新年之前 那次都講過,為何突然會講這隻 因為有一位分行的投資者 跟我講,你之前都推過這隻 那時候兩個多,為何你又不推 在一股獨上 我聽完它的啟發之後 我才推回這隻 事實上,雖然你又升了這麼多 都可以這樣說,其實今天都叫做 升到我的目標價 即是4元這個位 下午這段時間,開始有些調整的壓力 不過這個不出奇 因為,說真的 你想一下,都叫做幾短的時間 升了成 這個,是3.87 是今天升中五的收市價 這樣就升了1.8元 但如果你加上高位比較 即是目標價4元比較的話 升了兩成多 甚至乎,如果你加上今天的高位比較的話 是升了接近,我想兩成半有多 所以變成,開始有些調整壓力 真的不出奇 但這隻股份,說一句 有貨的話,就先拿著 即是沒有貨的 希望有調整的機會 大家也可以 買一些 因為,始終這個板塊 我講了很多次了 葉岩這個板塊 我們的發展,現在開始是加快 但仍然都可以說處於一個 即是雲牙的階段 距離真的到雙用 即是真的可以雙用到 其實都還有一段頗長的時間 但問題正正是這樣的話 變相對於雲牙來計 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因為本身公司,你見到上一次的介紹都講到 其實公司本身在內地市場 即是對於公司的總形業來計的話 只不過是一成左右緊 所以變相之下,其實公司 好像今天都有單的消息講到 其實公司和神華 可能有些在業行方面 有些的合作 都反映了公司在發展之後的時間 都可能會中均內地市場 其實這個可以說是一個比較好的策略 我也承認覺得是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公司的前景依然都是看法上比較樂觀 所以都是逢低的話可以考慮一下 即是一趁每一次調整的時間 都可以考慮一下 你初時打算叫我們中線部署 誰知來一個短線就搞定了 中線部署這句都對的 即是你說現在這一刻 有貨的 那你先拿著 目標價方面其實可以不斷 我覺得不斷可以調高的 OK的 好 那就訂一個指贊 如果有賣的朋友又想知道多一點的話 不妨可以在問答的環節打到你 打電話來問Stanley 好 今個星期 你想和我們推介什麼股份呢 事實上先買個關子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的風格本身都是 可能推一些熱門的東西 可能推一些藍門的東西 香港人說很熱門 近期熱門 但我之前都曾經推過一些冷門的 當日補光也沒有人認識 補光被推介完之後 非常之熱門 都曾經低沉那段時間 後來又這麼幸運 有些基金入股之後 才有個比較好的表現 都先買個關子 不過都想先和大家講一下 地產板塊 好 地產板塊大家都知道 有些一線的地產股 不用多說 就是長實、新鴻基、新世界、信和、恆基 其實這些一線的地產股 我相信不是你推介的股份 這些就不推了 現在 因為說真的 你說一來 升了很多 還有二來 其實看回它的NAV 因為你看地產股本身 其實會好看 和NAV的折量有多大 通常一線那些 當然這些是我心目中的一線 如果有些 事實上都是市場上的一線 但是我不知道家庭觀眾 有沒有一些 都是一些一線的地產股 我沒有說下去 所以都先說 不好意思 如果說不中那隻的話 但是如果你看一線地產股本身 那個自然幅度 相對比較小 你看到營業務上面 其實有兩隻比較大的 例如恆地 新世界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他們一直以來 都有一個追落河的概念 但整體上來計 譬如好像 長實 新地 順志 基本上那個自然幅度 其實只不過和NAV相比的話 大概只剩下5% 至到一成左右 其實相對比較小 我們可以看二線那些 其實二線 說的是 初時也不是那麼 普遍的 到梁振英 準備上台的時候 你看到 加華國際就彈了出來 你都幾深水清 沒錯 你都想到這件事 反而我都沒有想過這件事 是啊 不過這樣說回 其實很有趣 你說這個市場 基本上通常追任何的股份 譬如地產股 都是 通常追完一線之後 就追二線 其實你說 這些都是 你說 這是在我心目中的 二、三線地產股 這個都是市場上 普遍認為 普遍認為 沒錯 你捐到二、三線 事實上 他們的智氧幅度 相對比較高 例如以就彈金額上 例如英皇國際 和輕業為例 基本上智氧幅度 大概有五成 至接近六成 比較小的 例如加利 加華 九建 但這三個本身 今年股價 升了很多 由上年來計 到現在為止 其實英皇和輕業 都升了不少 但現在兩種幅度 每個智氧比較大 都可以輕輕解釋一下 其實英皇國際 本身 你可以說 它的業務比較多元化 雖然以地產為主 但問題是 如果在計算的時間 不排除 可能有些 要有些 距離了 另外 輕業本身 輕業都曾經推介過 大家都知道 輕業本身 其實它 最大的資產 就是余景灣 但余景灣本身 都不會變賣 而且比較單一 所以大家 都會在這方面 有個比較大的 折量 所以變相之下 你說這兩間公司 的資產風格 比其他同行為 同業為高 誰都不出奇 好 你剛才說的二三線 有沒有其中一種 是你打算推介的股份 都未算是 都未算是 還有什麼 是可以 給大家推介的 事實上 在我心目中 還有一些 倉海為珠 地產股 你聽說名字都知道 都沒有人認識 是 是 如果不見公司名字的話 大家拿著標誌 應該不知道是什麼 事實上 可以這麼說 這四間 其實 倉海為珠 地產股 在香港 很多 不像這四隻 這四隻 我心目中 比較認知 比較高 值得去推介 值得去講一下 講一下 OK 上面見到 大昌集團 大新地產 健身國際 還有 爪蛙控股 這四隻 你看看資金正值 是挺厲害的 節約幅度 大 大昌集團 27% 又不算多 但是 大新地產 健身國際 和爪蛙控股 NLA的節約幅度 超過六成 甚至七成 這反映了 倉海為珠地產股 的節約幅度 真是比較驚人 常常有個疑問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節約 六、七成的節約 不是很小的 是的 當然這個也跟很多原因有關 因為 你猜 地產股都分一二三四五線 甚至乎好像現在有 倉海為珠的地產股 一定有些 不同的 事實上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節約呢 第一 本身 這些 公司的作風 比較低調 基本上正如剛剛講到 不講公司的名字 都未必知道 甚至說出來 都不知道什麼 大昌 集團要為大昌行 真的不出奇 所以大家來計 投資界也好 可能本地的投資者也好 基本上認識就真是不深 而不深的話 更加不會買 其次就是說 因為本身也是沒有人去買 所以成交 基本上是很低迷的 基本上你可能要買的話 你都無從入手 都不知道是高追好 還是低級好 很多時候 基本上你買不到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這些因素 都很大影響 還有有個因素都可以輕輕看一看 可能跟個別的公司的管理場有關 因為其實你看看這個板塊 這一類的公司 其實本身很多時候都可能是 家族息為主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都不是很自在 有人向人去買 也不自在股價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這個 這個板塊 本身都可能是 被市場所忽略 我相信 在滄海為主 這個地產股 這四隻裏面總有一隻是打算跟我們推介 沒錯 我的作風也是比較上 是比較有趣的股份 所以今天的推介 其實剛剛在這四隻裏面 其中一隻 大昌 大昌集團 88編號 編號就很漂亮 88 買了之後會不會發 希望 但不要搞錯 這隻是88 不是100 200 大昌行 有不同 好 大昌行 做汽車代理 沒錯 大昌集團 正如你所說 是地產 但主要是做什麼 基本上 如果以一些公司簡介的話 公司的業務 都幾簡單 而且 都很多人認識 基本上如果說業務的話 是做地產的投資 一些的發展 投資的控股 以及一些物業管理 基本上 你看到 去表現的 譬如說 寫字流用商場 有些其實大家認識的 不排除 都知道是什麼 譬如工廈那些 其實 可能大家未必知道什麼 但你見到做建築 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 另外就是住宅 住宅反而大家可以 賓吉到3號 這個名字 大家 聽到好像有些印象 但轉過頭 再解釋是什麼 好 住宅項目 為了香港最賺錢的項目 不如說一下 其實財務表現是怎樣的 基本上都是輕輕說一下 他的財務表現 因為 事實上 這幾年的時間 08-12年 全年的財務表現 不差 你看到公司的 純利 延業把也好 都不斷維持著 不錯的表現 雖然你說 12年 的時間 和11年相比 是延業把跌了 但你說在地產股身上 或者說這個 物業投資 公司方面 這個不出奇 因為譬如在一年的時間 公司可能多樓賣 所以變成延業把 多了上去 和 變成一、二年的時間 賣樓的成績 可能差了一些 有可能跌下去 所以這個正常 但純利方面 以及在 每股盈利方面 基本上都保持著 一個不錯的水平 都保持著增長 唯一一個地方 我覺得比較差一點 就是股息方面 其實公司 你見到 股息方面 一般 前幾年的時間 都曾經有些增加過 但過去 這兩年 基本上都是三毫子持平 但在NAV 每個資金政策方面 是挺厲害的 你見到每個股價 NAV方面 基本上是逐年都升上去 到了2012年的時間 是8.59 如果你看到 中期的時間 不像這個數 而資金負債比率方面 其實都挺健康的 你見到它都是由 08年的時間 佔一成的水平 到現在 2.2% 反映了 如果持有財務狀況的話 公司不差 挺好的 看回他近期的中期業績來說 如你所說 其實股息 沒有什麼加 你說純利 也有穩定的增長 這些公司很有趣 你本身 一些 不是很多人認識的 傳統上 這一類叫老牌 也不是老牌 叫做仓鋁為珠的地產股 我會稱呼 其實很多時候 派高息 派的息很不錯 因為 可能本身是家族式經營 所以變相 你可能是因為 自己維持大部份的股權 自己收積 沒錯 但這間公司又似乎 如果你看回他 那個holding 很方便 又不算 很 起碼 表現出來 就不是很大 比重 大股東 大股東好像是一成多多一點 變相有可能這個問題 這個關係 所以你的派息 不算慷慨 這個是 中期的 下一張slide 你見到 其實是中期的業績 中期的業績 其實今年來計 上年上半年 差了一點 你見到營業方面 純利 和每股營利 都是跌下去 是的 這個跟可能 真的在期內 那個賣樓的收益有關 剛剛都說了 你說地產股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一年賣樓多的時間 自然 那個 那個年月價 會做得不錯 順利也會不錯 但在上半年 對比在11年同期的時間 的而且確 你說 大昌集團 賣樓是賣力少了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那個收益方面 都是跌了 每股資產正值 就有一個 升的情況 沒錯 但是 看到你說營業額 純利 和11年半年的業績比較的話 都有一個倒退的情況 為什麼還要和我們推介這隻股份 當然可以推介的話 是有些原因的 第一件事 股價程大折讓 這個大家看得到 不過大家覺得奇怪 明明覺得折讓幅度又不算很大 兩乘七 跟其他相比的話 六乘七乘 當然 這個有些有趣的東西 因為 本身 公司出售出來的 就是NAV 其實現在 906 這個價 是中期的時間 中期業績的NAV 但是 公司本身的資產方面 有些特別的東西 其實公司是 保持三成半 喜萊登的酒店權益 喜萊登大家都知道 在哪裏 尖沙咀喜萊登酒店 沒錯 遊客熱點 說真的 如果你計算公司入帳的形式的話 其實喜萊登這裏 值八千多萬 三成半 八千五百多萬 八千多萬 值一個酒店 就是尖沙咀海磅 沒錯 它持有三成半 而事實上 我看回公司 在上半年 即上年上半年的業績上 公司計算的方法就是 按這個匯計準則的入帳方式 按這個成本 減除酒店的土地 及建築物的累計折舊後 這個數 剛才說八千多萬 但事實上 如果我不計算 我用真正的計算的話 即是公開市場的股息的話 其實這個數是下一條的 雖然好像三成半 但 酒市物業的權 是值二十九億多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NAV 馬上會由 九個零六這個數 跳升到 十三個四十一 志願福度 由剛才的兩成七 去到五成一 雖然你可以說 五成一和 剛才的那幾間 都是有些字樣 都是比較詳細 但問題是 這些是真是 幾無價 尤其是地方那麼漂亮的話 你可以發現 公司的質素 即是這些隱藏的資產 其實是不差的 而且就算你說 差了再起 我想價值 可能會更加高 其實公司現在預計 即是 在業績上說了 他打算 他不會拆 但可能會將它翻身 但是本身 你這些地方 那麼直租的話 基本上租金方面 都有機會會大幅調升 所以這些因素 其實對於公司 都可以說是十分之有利 這一個 就覺得已經是 非常之好 守持住 喜來登這個 重點的一個 旅遊地點的酒店 是 除此之外 其實你 第一張照片 都看到 其實 投資很多不同的物業 有工廠大廈 有貨倉 有停車場 有住宅 有什麼特別值得留意的 基本上這是 第二個推介的原因 因為事實上 你說大昌集團 你的名字 真的 不是很多人認識 但是他持的資產 都挺貴的地方 例如 研究網站上面 當然你說 工業樓宇的 沙田新都廣場 屯門的柏例廣場 這些又算了 但這些不要說算 好像又不要值錢 不是的 屯門現在的樓宇越來越貴 你又對 但是問題是 怎樣值租也好 似乎 沖坎角的環角路的 33號 和山頂 斌吉道3號 這些 就真的是值錢 這些真是值錢的資產 有多值錢呢 我們下一張斌吉道 關於斌吉道 山頂的住宅 一棟賣4億 Stanley 沒錯 這個基本上 你可以說是 山頂豪宅 其中一個 比較突破性 幾高的價 因為當年 這個應該是11年 當時買出去 即11年當時出售 當時值4億 基本上當時 令大家豪然 但是公司本身 你可以說他拿著是6棟 基本上 剛剛說過 買出去的時間 是4億 每尺平方價 當時是5萬7千元 但是不要忘記 當時是11年 當時買這個數 現在公司 如果再買的話 就一定不是這個價 尤其是 山頂這些 這麼漂亮的位置 和低密度的住宅 是很難得的 很難得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你現在拿著 可能真的不優賣 甚至你說 那個價 如果下次 如果真的賣得出的話 可能是一個天價 除此意外 其實公司都說明 剛剛說到 你看到在衝浪方面 也有些 譬如說 一些商場 有些停車場 其實公司都預計 在之後的時間 趁市貨 都不排除去套現 賣出去套現 但我都知道 之前見到 那些房子 升得很 含含含含含 之後 有人轉炒了 停車位 所以變相之下 你說公司 借這些的機會 可能會有一些 部署 所以變相之下 賣出去 又增加 現金方面的 儲備 而且你見到 早前 去年 政府都 不斷擴展 這個 土地用途 都說 工廠大限 可以轉變用途 可以變成 商場 或者是 辦公室 甚至可能研究 都可以變成住宅 那大昌集團 會否受惠 沒錯 基本上公司 剛才說到 沙田 有一個 叫做新都廣場 是 其實 很有趣 這座東西 你看上去 都似一座 商業 商業的 大廈 但是 其實這座 那個 定的 規劃 其實是工廠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公司都申請了 將它轉用途 都在 之前的時間 其實公司 這個叫 轉為辦公室 電鋪這個用途 基本上 得到成規 成規方面 政府已經 獲匯變了 不需要補地價 可以叫做轉用途 亦都會在香港 今年的時間 會展開 事實上 這座 新都廣場 本身 現在是27層樓 亦都是 1997年 其實樓並不是 算久 但問題是 當你轉用途的時間 似乎有機會 價值又會升 因為大家也知道 工廠現在有價 甚至乎 很多商業的 辦公室 這些單位 其實都可以說 需求量 都越來越大 所以公司 如果將它翻新 而且又不需要補地價 的話 其實對公司的發展 亦相對有利 看到它 都頻頻 做了很多 動作 除此以外 有沒有說 投資整個經營的策略 有一點轉變 會否可以進取 讓更多人認識它 事實上公司有做過這件事 公司本身 雖然說大昌集團 好像剛才說 沒有什麼人認識 但只不過 其實公司在近幾年的時間 都做了 有些不挑動作 基本上你見到 政府現在 每一次有些 拍賣土地 特別是豪宅地 貴的地 當然面積比較小 不是大 小的 其實大昌集團 都有份入標 而事實上公司 在入標那裡 都不是沒有贏過的 甚至乎 都拼贏了這個場實 即是一線 二線一些的地產商 這一次是一個例子 大概在上年 其實5月的時間 公司是以16億 7千萬 獲得南區淺水灣 一塊地皮 其實當時市場蛙鉛 為什麼蛙鉛呢 就是當時那個 每呎的樓面的呎價 要4萬元 即成本價已經是4萬元 4萬元 起賣之後起碼賣多少錢 這個真的不知道 這也是一個挺有趣的問題 沒錯 但問題就是 其實公司預計 會興建大約8至9棟 面積3000平方尺的陽房 當時有些測量師都估計 如果你賣出去的話 沒有6萬元 都圍不到皮 即6至7萬元 圍皮而已 都不是說賺得多錢 但也反映了一件事 其實公司 反映了大昌 對於豪宅的市場 其實是有信心的 但某程度上 因為公司 其實剛剛說到 其實在過去這幾年的時間 公司不是沒有投過一些 地的 例如好像之前 好像鴨尼州那邊 其實港一 一年前 都有一些土地拍賣 都是一些貴價的 豪宅地利 例如南灣那邊 也有一些 但問題是 當時可能價錢 就不夠高 就搶不贏 但這一次 其實這個作價 真的我覺得貴 其實你問我 都覺得挺貴的 我覺得很驚訝 4萬元 剛剛說的山頂 豪宅 都是說5萬多元 一呎 其實這一次 如果這次作價來計的話 基本上是說 香港豪宅市場 第二成交高 歷史成交高 所以都反映了公司 你可以說 作風上面 都越來越進取 而且都挺好 本地豪宅市場 但又很有趣 如果你 聽我說那麼多 其實你會覺得 這間公司幾怪 好像 買一塊地 用16億7千萬 其實是公司兒子 好像 好像摩店聽過的名字 他又憑什麼 可以買這麼大的東西 但事實上 公司本身 在上年的時間 即這一年的時間 應該說 2011年 一年年年年的時間 公司持有的現金 是30億 是 現在就算 叫做買完拍地之後 其實公司 都有16億的現金 現在這一刻 即是在2012年中的時間 都有16億的現金 在手 所以變相之下 公司在今年多步 你會有很多動作 譬如說 這塊地 即是派錢 這塊地 投完之後 開始要興建 這個是要成本 重建的傷害 也要錢 但對於這間公司來計的話 似乎財政壓力 真的不太大 反而你之前的時間 拿了那麼多現金 大家反而可能會覺得 它不夠進取 所以你反映 公司似乎現在都 開始改變 它的部署 我初時還打算 手頭上的現金 會不會說 不夠 即是被住宅 撐住 我還打算 這是不是其中的不利因素 應該不是 你都可以這樣說 其實 嚴格上 不利因素 真的說真的 我覺得不多 但都想加多一個 因為 其實你說 這次的態度 轉了那麼進取 是好事還是壞事 真是良體 因為本身 你本身撐住很多現金 其實你可以做很多事 你不是說一定是在 做豪宅地 可能有很多的部署 可能有很多的拼球可以做 但一時之間 一間叫傳統 保守的公司 突然中取了的話 其實有時不是一件好事 有時反而是 可能對於發展上 未必是一件太好的事 所以你問我的話 對於剛剛第四個 你說去買豪宅地的話 其實這個 我中性 我看法不是 100% 是很正面 但你說 撇除這件事 看公司本身 有兩個問題 比較上是 大家要關注多些 第一就是 成交疏落 其實這段時間 成交量開始增加 你都不排除 可能大家都 看到公司 可能那個作風不同了 開始對它有一點興趣 還有始終 自然幅度 仍然比較高 所以近日的時間 成交量 多了很多 還有 形態上 如果看圖的話 都有些比較明顯的突破 但問題是 這些可能是一水水 這一段的時間 似乎大家對它都比較熱衷 所以股價 可能會行得不錯 但問題是 成交疏落 是一個大家要留意的因素 就是擔心 擔心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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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買這些股份 其實要有一個 心理準備 可能要有耐性少少少 去持有 第二個就是 豪宅市場 一旦逆轉的話 就有大問題 因為本身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你也想說 近期來說 你見到樓市 調控力度都很大 是的 而且 你看到現在 長實 昨天就說 不理 賣酒店 其實你現在再說 買樓的話 其實 首先要交稅 其實真的很 得人害怕 一來 不過就這樣說 其實豪宅市場 和本地市場 有兩極化 豪宅地 基本上 你可以說 買少一件事 特別是 你本身 保持資產 都真的是 但是那些位置 地處的位置 真的挺得天獨厚的 是不差的 所以變相之下 豪宅市場 的確 打那個市場的 定位 OK 但問題是說 如果你是樓市 一旦 有機會 可能 開始逆轉 那個形勢 怎樣都好 你說 貴價樓也好 你說平價樓也好 都必然會受影響 而且本身 公司 剛才你見到 介紹公司的時間 其實公司都 持有很多 比較貴價的物業 所以變相之下 一旦逆轉的話 對公司的 影響 相對比較高 所以這兩點 大家是要留意 好啊 今天就破了頂 看到股價 剛才下午收市 6.58 現在已經6.6 今天就 52週新高 其實你建議 什麼位置 大家可以買 基本上 都是 等它回少少買 不過都不要記 目目一多 這一類股份 基本上的特性 就是 當然有些資金追捧的時間 股價可以升得很高 還有特別是 始終跟NAV的 置量幅度 比較大 所以 如果你說 以這樣計算的話 賣入價方面 定下6.5 這個水平的位置 8元的目標價 大概是指間正值 即現在大概是 五成多的折樣 假設收入數 只剩下4成 大概是8元 這個水平的位置 所以定下目標價 在8元 下面的話 就設定6.1 和指舍位 但是這個部署 可能是要中線一點 還有 給點耐性 是要大一點 還有我看到你的指舍價 其實都不是說 很遠 我覺得距離現價 都不是說 6.1 其實是 因為為什麼 你說這一類的股份 這一類的 叫倉虛為豬 地產股 其實真的當你 這些買股 沒了的時間 其實那個價格 可以跌得很快 跌得很急 所以變相之下 雖然 都推介了 當是一個 中長線的部署 但是這個股份 定6.1 這個指舍位 都相對比較合理 謝謝Stanley 這麼長一段和我們 推介了這些 滄海為豬 這隻劇談槍集團 有興趣的朋友 不妨留意一下 因為Stanley近期 貼的股份 都很準 謝謝Stanley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麻煩你申報一下 剛剛提到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我們 要財財經台的直播節目 不要走開